哈喽,大家好,我是超爱看电影的毒师小妹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整个世界都处于战火硝烟中 看似平静的德国柏林,背后却暗潮汹涌 天真浪漫的孩子们在大街上飞驰,穿梭在步履匆匆的行人中 八岁的小男孩布鲁诺和伙伴们道别,回到家后 发现家里正在举办盛大的宴会 身为党卫军骨干的父亲,提升为司令官 他被派到乡下执行秘密任务,对此布鲁诺并不愿意 因为他不想离开家和要好的伙伴 但是作为军人,父亲必须服从命令 作为家人,他也想得到全家的支持 虽然不情愿,但布鲁诺还是乖乖听话了 分别时,他依依不舍地和伙伴们玩着飞机游戏 看着伙伴的身影渐行渐远,布鲁诺有些失落 坐了一夜的火车,他们来到了郊区的新家 与其说是一个家,倒不如说,是一座冰冷的堡垒,毫无生气 在这压抑严肃的地方,没有可以一起玩的小伙伴 布鲁诺怎么可能开心的起来,他透过窗户四处张望 看到远处有一座农场,他告诉妈妈 自己想和农场的孩子们一起玩 奇怪的是,那里的大人小孩都穿着条纹睡衣 并且家里的男朋友也穿着同样的睡衣 母亲神色异常,爸爸知道这件事后 和布鲁诺开了个小会 他告诉儿子不准乱跑 而他的工作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农场里的那些人根本不能算是人 可布鲁诺还是想和农村里的孩子一起玩 但是被妈妈严厉的拒绝了 看着汉斯的窗户,布鲁诺有些气恼 他只能闷在家里自己跟自己下棋 这天,他发现虚掩着的后门 忍不住好奇就往里面走去 还没走几步,就被妈妈发现叫了回去 后来,他的画上出现了穿条纹睡衣的人 他会在吃饭的时候留意穿睡衣的男仆 这天,他躺在大树下 清澈湛蓝的眼睛呆呆的望着天空 布鲁诺察觉到姐姐和中尉之间暧昧的气氛 他走了过去,请求中尉帮他做一个轮胎鞦 中尉一声怒吼,喊来男仆 用粗暴的语气命令他 带布鲁诺去仓库找旧轮胎 布鲁诺的眼睛却被仓库里的窗户吸引 轮胎鞦钳做好后,他自顾自的荡着 这时农场附近飘了一团黑烟 布鲁诺起身看时不慎摔倒 男仆看见后,赶紧把他抱回屋里包扎 原来男仆是个医生 包扎这种小伤口毫不费力 布鲁诺无法理解 一名医生为什么会来这里削土豆 这时妈妈回来了 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看了看这位男仆 最后吐出两个字,谢谢 不久后,家教来到了他们家 老师一脸严肃地问孩子们平时喜欢看什么 姐姐说喜欢看报纸 布鲁诺则喜欢看探险书 老师训诫他要远离那些虚幻的小说 要把注意力转向真实的世界 老师拿出一本号后的德国年鉴要他学习 对于历史书,布鲁诺根本提不上兴趣 他望着那扇虚眼的门 布鲁诺一直想去那片农场一探究竟 终于他身守卫不注意 偷偷翻过仓库的那扇窗 阳光透过层层树叶留下斑驳的光影 相对冰冷的堡垒 这里确实算得上一块净土 布鲁诺欢呼雀跃 兴奋地在树林间奔跑 他就像刚刚被放出笼子的小鸟 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直到他走到树林的边缘 布鲁诺的面前密布着高高的电网 电网的另一边 还有一个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布鲁诺上前和他打招呼 但对方却显得十分慌张 四处张望后 确认没人才敢跟布鲁诺说话 他叫西姆尔 也是八岁男孩 布鲁诺羡慕他有很多朋友 他的衣服上也印着游戏的号码 西姆尔无精打采地告诉他 这个号码没有意义 一声哨响打断了他们的交流 西姆尔连忙推着小推车回去 回家后 布鲁诺去地下室找自己的足球 结果看见姐姐的洋娃娃 被人扒光衣服丢在里面 布鲁诺吓得连忙跑到姐姐房间 姐姐的房间贴满了纳粹宣传海报 面对弟弟的质疑 姐姐只是平静地说 玩偶是个小女孩的 现在不是玩那些蠢玩具的时候 我要随时准备为祖国奉献生命 姐姐的变化让布鲁诺很是震惊 第二天 他趁着妈妈不在家再次溜出去 两个男孩面对面坐着 布鲁诺问 你为什么要穿着条纹睡衣 西姆尔说 士兵没收了我们的衣服 他一点也不喜欢士兵 布鲁诺说 但不会无缘无故收走别人的衣服 而且他的工作会让大家的生活更美好 西姆尔说 他的爸爸以前是个钟表匠 但现在基本上都在补靴子 布鲁诺觉得很滑稽 大人们做事总是不专心 就像帕维尔 他以前是个医生 现在却带小土豆 布鲁诺又好奇地问 那些烟囱里烧的是什么 西姆尔说他也不清楚 他听妈妈说烧的是那些旧衣服 布鲁诺一脸嫌弃 气味很难闻 因为布鲁诺没有给他带零食 西姆尔很失落 布鲁诺希望他能来家里吃晚餐 西姆尔说 这张网就是为了防止有人逃跑 布鲁诺一直以为这是用来防动物的 他不明白就问 你们做错了什么吗 西姆尔说 我是犹太人 听到这三个字 布鲁诺愣住了 犹太人是邪恶的敌人 这是老师上课时反复强调的 老师说犹太人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崩溃 对此姐姐深信不疑 而布鲁诺则提出许多问题 但老师的回答却是信誓旦旦的打赌 他认为布鲁诺能找到一个犹太人是好人 那布鲁诺将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探险家 此时布鲁诺回想起西姆尔离开时的背影 第二天 他偷偷带了很多饼干带给西姆尔 西姆尔狼吞虎咽的吃着饼干 连吊在衣服上的渣渣也要吃干净 布鲁诺把足球扔过去想和他玩 但西姆尔神色慌张的把球扔了回来 并警告他不要扔过来 很危险 接着哨声再次响起西姆尔急匆匆的离开 布鲁诺刚回来就碰到妈妈 远处的烟囱又冒着浓浓黑烟 那味道夹杂在空气里极其难闻 他们烧起来更难闻不是吗 中卫的话突然点醒了妈妈 看到他惊恶的表情 中卫才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 泄露了不该泄露的秘密 晚上他忐忑不安的指责丈夫 他无法接受这一切 这不是战争 这是惨绝人寰的屠杀 丈夫却咆哮的吼道 这是战争的一部分 所有人包括你所期望的祖国 没有这样的工作就无法实现 正巧此时布鲁诺推开门说 爷爷来探望他们了 等孩子走后 父亲不想对妻子再费口舌 只是问了一个问题 谁告诉你的 晚宴上的气氛有些沉闷 爷爷鼓励布鲁诺要多看历史书 如果不是历史 我们就不会站在这里 而你父亲的工作就是在创造历史 中卫复合道 他也喜欢历史 但他的父亲不喜欢 因为父亲是文学教授 司令官打断他 不断逼问他的父亲在哪 中卫支支吾吾的说 他已经离开祖国去了瑞士 因为中卫泄露了集中营的事 司令官借此机会教训他一顿 指责他的父亲是个叛国者 可能对国家不忠 中卫窝火 但面对长官又不敢反驳 这时男仆过来倒酒 不小心把酒杯打翻了 中卫把怒火全部撒在他的身上 将男仆拖到走廊里一顿暴打 晚上布鲁诺哭着说 爸爸就在一旁无动于衷 被洗脑成功 姐姐指示说 犹太人都活该 那个劳动营里关着的 都是邪恶肮脏的犹太害虫 我们应该为爸爸感到自豪 因为他在努力让祖国再度强盛 在这之后 那个男婆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布鲁诺再也没去找过希莫尔 但他们竟在家里见到了对方 原来希莫尔因为手小 被派来擦杯子 两个好朋友面对面沉默许久 布鲁诺开口说 我们不该是朋友 你知道吗 看到希莫尔很饿 布鲁诺没有多想 拿起面包递给他 这时满脸横肉的中尉冲了过来 好像要把希莫尔活剥了似的 他弄是希莫尔竟然敢偷吃面包 希莫尔吓得面色惨白 惊慌地解释道 这是布鲁诺给自己的 他们是好朋友 面对凶神恶煞的中尉 布鲁诺不敢承担责任 他撒谎说 我从没见过他 两个孩子同时低下头 中尉告诉希莫尔 我会让你知道 偷东西的老鼠会有什么下场 回到房间的布鲁诺十分羞愧 之后的日子里 他再也没勇气面对希莫尔 这天家里突然来了很多士兵 他们坐在房间里 看劳动营的宣传片 里面的人幸福快乐 生活安逸 布鲁诺也在窗户上偷看 他看见劳动营里的人 一起踢足球 玩游戏 吃糕点 虚假的宣传片 只是为了掩盖杀戮 但天真的布鲁诺却信以为真 他冲上去拥抱父亲 原来爸爸真的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之后布鲁诺再次找到了希莫尔 他真诚地向对方道歉 表示还想和希莫尔做好朋友 希莫尔顿了顿 最终还是点头了 隔着电网 两只小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后来布鲁诺不仅给他带吃的 两个人还经常隔着电网下象棋 希莫尔希望布鲁诺不要再离开 而布鲁诺也很想留下来和他一起玩 这段时间家里出现了很多变故 终未离开 奶奶去世 母亲得知集中营的真相 精神崩溃 深夜 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妈妈绝不允许孩子们 在这种地方成长 他问孩子们愿意去别的地方生活吗 姐姐非常赞同 布鲁诺却一反常态 不愿离开 但是面对严厉的父亲 他不敢反抗 第二天见面后 布鲁诺依依不舍地跟希莫尔道别 而希莫尔则提到身在集中营的父亲 他说他找不到爸爸了 布鲁诺对希莫尔非常愧疚 于是决定在离开前帮他找到爸爸 布鲁诺让他准备一件条纹睡衣 第二天 布鲁诺在腰间藏了一个三明治 带着铁枪满脸欢喜地跑去集中营 他们很快挖通了两边的世界 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死气沉沉的一切 让布鲁诺有些害怕 突然一声枪响 所有犹太人被连拖带扯地推出房间 当然布鲁诺和希莫尔也在其中 另一边的妈妈也发现布鲁诺失踪了 后院仓库里掉落的三明治 让他更加忐忑 父亲得知此事 一大堆士兵冒着大雨 拼命寻找司令官失踪的儿子 此时布鲁诺和希莫尔 已经被带到一个房间 士兵怒吼着让他们脱掉衣服 他们以为这是要去洗澡 妈妈看见布鲁诺换下的衣服 而父亲也带着士兵 冲进集中营寻找儿子 布鲁诺并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只是紧紧握住希莫尔的手 头顶突然亮起一束光 一名生化士兵倒下一些化学毒物 很快 铁门后面变得一片死寂 穿着条纹睡衣的男孩这部影片 透过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到 二证实德国集中营里的情景 以一个孩子的视角 来审视那个特殊的年代 故事的结局很凄凉 也很意外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